大家在抗疫期間如果覺得在家裡百無了賴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通過電影、劇集等等 去認識世界上我們平時忽略的另一面 在Netflix那裡有一出上了不久的紀錄片是很應該和大家推介的 這出紀錄片是真人真事,完全是一宗美國很轟動的新聞 但是在我們這一邊就比較小報 因為那些人名對我們來說可能是比較陌生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這個案例看下去,會發覺是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 那個恐怖是在於他將美國整個制度最陰暗的一面 或者整個社會最陰暗的一面都揚出來 而且到現在為止,很多東西都是一個謎 所以才會用紀錄片的方式呈現出來 有很多留白的地方大家就可以自己想 這出紀錄片是圍繞著一個主角,真人真事 這個人就叫做Jeffrey Epstein 他是一個有錢人,身家到最後的統計大概是五億多美金 即是幾十億港幣,即是一個正常的有錢人 他有自己的一個私人的島在加勒比海裡 在美屬的處理群島那邊 有他自己的私人島,有他的私人飛機等等 即是過著一些比較奢華的生活 真人真事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他在有錢之後,就持續了十幾年 都是做了同一件事的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這個行為叫做衰十一 就是說他會不斷找一些未成年少女 跟他提供按摩這個服務 跟著也會發生性行為 有時就直接就地正法強姦他們 前後十幾年受害人的數目應該是過三位數 起碼是過百,而且很多人都應該是未報案 如果這類事情發生在其他地方 就算有一些社會嚴難,假如他真的叫衰十一 可能一宗案件都是足以致命 譬如說如果你被人抓了這一次 那一輩子就有個痛腳 那大家就可以隨便要脅他 即是某個地方我們以為衰十一是會有這些後果的 但是你猜不到美國一個這樣的有錢人 他做這樣的行為,他可以持續十幾年這樣做 受害人高達百多個至少,甚至可能是幾百個 那持續那麼久,受害人數那麼多 而且在他的社交圈子而很多是極度出名的人 都是頗深照不酸的 即是又多人資,人數又多 持續期間又長,那個行為又污衛 但是為何一直以來都是沒有羊出來的呢? 那中間又不是沒有羊出來的 其實中間他是被人告過一次的 居然這樣的案件都可以打得掉的 到最後才會再拆出來 那為何會發生這一堆的事呢? 我們就要逐個問題去解答 那這個美國十一哥,他究竟是怎樣起家的呢? 其實他一直是用同一招的 就是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法製造寄成現實 讓別人認可他的所謂成就 希望將他之前 洗橫手走到這一步的過程 既往不咎 那譬如說 他真的是一個天才來的 他在學校那裡 甚至大學那裡 教過書,教微識分,麥理學等等 但其實他居然是連undergrad 都是沒有畢業的 就不知為何會聘請了他 那這些就是他的本事 接著他用回一個在大學教書期間認識了一個學生 那個學生的父親就是一個基金公司的老闆 就想認識他 用這個方式就進入了一間基金公司 做得很成功,後來做成為伴侶 然後別人才發現 原來你是偽造學歷的 為何你沒有學士學位都可以教書呢? 接著他亦都可以很口面皮地說 是呀,因為我想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們社會不公義 正常來說,怎樣怎樣怎樣 即是說很多這些話都可以讓他過到關 那麼他不斷一關一關地過 這個就是說每一個社會都有他的流動 而他就最懂得擅長摸索這個 美國社會潛規則的流動 但是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很多騙子都是這樣做 那為什麼他亦都可以這麼成功呢? 那就是說他明白到 剛剛他成長的那個階段 最吃得開的是什麼? 就是計數 那麼他真是一個數學天才 亦都懂得在基金公司入面 不斷製造一些新的模特兒去幫他的客人去賺錢 那這件事令他慢慢就找到自己人生最大的一個階段 就是通過計數 那他知道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貧富其實是極度懸殊的 一旦進入了這個圈子 是可以翻譯很多不見得光的東西 那他一旦明白到這一點之後 那他發覺就算他沒有顯赫的加勢 只要他搞定了這班有錢人 他自己都可以成為上流社會的一環 這個就是他領略到的金權政治的真題 那再問他本身又不是一個現黑出身 但是他就算成為一個基金經理賺到大錢 他怎樣可以去到一個這麼有錢幾十億身家的規模呢? 那就是說他可以營造到一種氣氛 就是他是一個很吃得開的人 他是誰都認識的 一個社交名人 經常去搞Party 而他總會有辦法請到一些頂級的名人 在他附近出現 那慢慢他就打入了那個圈子 那些人也會很給面子地說 這個也是很友善的 就是整天都是那個圈子就是這樣 譬如說那些電影的明星 導演 或者是政客 議員 那經常都是他家裡開Party 那慢慢他自然就會認識到一些客人 譬如說很多朋友 其實他可能搞一些生意表現上都是虧的 或者是純粹做Networking 但是在這個生意過程當中 可能你搞畫展或者你搞一個餐廳 認識了一些大客人 跟著那個才是你真正的目標 而他明白到美國社交財源的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那再加上他也不只是群了一些明星 因為他真正的興趣都是女 那你只是群了一些明星就很可憐的 那他也懂得群了一些真的有學識的人 而且他本人也真的是一個智能 那經常他也會去一些學術研討會 也不只是贊助那隻 他是會參與那個討論的 那這個不是一般人都做到的 那所以他那個社交圈子不單止有名人 即不單止有明星、政客 也都有學者、文化人 是相當之 broad的 這個是他建構自己身份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也要說關鍵就是他起家都是要賺第一通大錢 那他就是通過一些不正當的手段 他經常都是用控制這個方法去控制別人 那譬如說第一個找他幫忙做基金經理的大金柱 就是A&F那個老闆 那這個是億萬富豪 那他怎樣可以哄到他呢 那有幾個說法 要不就是這個富豪就是跟他有同性戀情人的關係 那他不斷誘惑他 所以就騙到他的錢 另一個說法就是因為他這些衰十一的行為 其實他也會跟他的朋友、金柱一起分享 那既然大家都分享了 那你有把柄在他手上 那也都自然要袒護他 那這個就是他一個所謂的成功之道 那所以他在這個第一個大金柱身上 就發現了原來這幫人 第一是很易握的 第二就是只要他們覺得有把柄 你捉到他 其實你都幾可以為所容為 雖然他們是有權有勢 但是每個人都有很多的弱點 而且很怕他的私隱公開 那他就明白到這種人的心理狀態 而美國的社會 他每一個人去到那個位置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小事做過 那他就特地去不斷去找別人的私隱 就算他找不到別人的私隱 譬如說他自己也是會請私家警察去找別人 但就算那個人是沒有什麼私隱 去被他掌握到 他也可以玩另外一招 就是和他分享他的一些臭來的經驗 譬如說你請他們來家 一起開這個集體活動的派對 但是他不會就這樣 那麼簡單開完一個派對 他也會玩一些針孔射錄 無處不在 譬如是他的私人島 每一個地方他都是有攝影 就是要確定 如果你是獲邀送他的島 那你全程他就會全部拍出來 就算你什麼都沒有做過都好 譬如說霍金也要去他的島 相信他沒有做過什麼 但是當這個島的形象 變成一個戀紅癖的代名詞 或者任何人上去都是很容易身敗名義 更何況很多人可能真的做過其他事情 總之他就會用這些方式去控制很多人 但除了控制之外 當然你不可能只是靠這些高壓 我們記得以前出中國的歷史劇 雍正王朝 有一個九品芝麻官 都沒有九品 五、六品 他就是專門去技術百官的 做過什麼過失、私隱、貪污、親戚做過什麼 叫做百官行迅 然後又拿著這本人到處勒索 那這個人也是做差不多的行為 但是他也會提供另外一些所謂的項目 就是他知道這些有錢人、權貴、家庭等等 他需要一個服務的就是白手套 就是你總不能夠是一個有錢人 他自己打電話去叫一個性工作者 畢竟都是有人代勞的 而這些是高度敏感的事情 你又要找一些可信的人代勞 所以他經常會成為了一些名人的白手套 譬如說他請了一些名人去他家 他家的島去玩 慢慢就會有了默契 他就會知道哪些人真的想玩 哪些不是 哪些人經常去他家裡玩 有兩個是最糟糕的 有一個就是前美國總統克林頓 他的私生活從來都不是以檢點處稱 他的島去過很多次 根據飛行紀錄 他們兩個人同時在美國十一哥的私人飛機 那裡是暢遊過很多次 這些真的很難抵賴 因為他真的有鎖那個檔案 另一個去過他的島經常出現 或者他的派對經常出現 甚至是有人 即是有一些未成年少女指證他 他是有份享用他們的服務 或者有份性侵犯他 這個就更加大問題了 就是英國的安德魯王子 安德魯王子的英國同樣都不是以他的生活檢點注稱 但是你說一個王室成員 是不是公然去跟未成年少女發生成行為 甚至侵犯他們 如果真是證據確鑿的話 當然是極大的醜聞 這個紀錄片也有講到王子的回應 甚至於他也要被迫暫停所有的公職直到現在 因為這件事是未清 他跟這些人去相處自然 就不只是貪他們的名聲 多了一點 他也會將他們變成他的保護傘 即是有什麼事的話 為大家都有份 那我就度驗他 這些就是美國一個這麼民主的地方 但是都會有這些潛規則 而他就專門找這些這樣的洞 去告訴別人他是一個有辦法的人 接著我們再問關鍵的問題 為何這件事可以掩蓋這麼久 其實他的圈子之內全部都知道 但為何他遲了十幾年 其中一個就是他很懂得玩美國法律的漏洞 他那個島是在美屬處裡的群島 這個是美國的領土 但又不是美國其他一部份 這些島的存在我們都講過很多次 也都是那個島本身是白手套 方便避稅 而他裡面的公司在他的島上註冊 或者他自己的私人地址在島上註冊 那和美國本土的法律就很不同 即是你說可能美國每一個州的法律 就是對什麼叫未成年的定義不同 或者是他做某些行為的刑測不同 那他就選了這個美屬處裡的群島 那他就知道什麼地方是和他最省稅的 再加上他的位置偏僻 即是他要搭飛機去到加勒比海 再私人飛機才上他的島 有一個絕對的安全 上去之後他就為所容為 因為他的針孔小木機是無處不在乎 這個就是他整個設計 那他用什麼方式和這些美成年少女埋手呢 其實都是那幾樣的 即是嚇他們 即是說他有財有勢 認識到權貴 就算你去告都是沒有結果的 甚至你可能有人身危險的 也都是會哄他們 就說不要緊的 我們都是做朋友的 之後我就會幫你的事業發展 你也可以打入上流社會的圈子 甚至會誤導他們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行為 即是我們這個圈子每個都是這樣 總統是這樣 黃子是這樣 那有什麼問題呢 即是他會用很多這些方式去製造一種 這樣的心理狀態 令到慢慢這些受害人 就變成了他的重返 即是說當一個未成年少女 他始終都會成年 成年之後也未必適合他心碎 他就說不要緊的 你再帶回你的朋友一起來玩 所以就變成一個陳阿息推銷的集團 即是很多的中學生就會成為他的獵物 最初就說有個有錢人想很累 有寂寞想要按摩校 慢慢就搞成這樣 即他是用這個方式建立一個金字塔頂 這樣的一個戀童衰十一集團 這個是一個很誇張的罪行 而且正常的邏輯 因為這樣的集團 受惠的人不可能只有他一個 即是他找那麼多人 即是他自己多變態都好 都不可能每天都有這樣的需要 畢竟他都要上班都要做事 所以應該是有一個很大的網絡 有什麼人就不知道 下一個問題 他其實是在十年前就已經被人告過了 就是一些受害人終於頂不順 挺身而出 亦都有一大班人 居然被他打掉 即是不完全是打掉的 但判得很輕 亦都是用一個很奇怪的方式 即是他在監獄裏面有很多特權 而且每天有十二個小時可以出來上班 即是假式 其實就是等於錯 當然沒有錯 很明顯 裡面就是有些奇怪的 根據這個紀錄片去證明 要麼就是他講 可能就是用錢賄賂的官員 另外就是可能他掌握了那些司法人員的黑材料 所以他經常都恐嚇那些少女 就說沒用的 你就告我吧 但是你告不入 可能就是這樣 而後來也是這樣 真的告不入 或者他坐了兩年監 但表面上那年多兩年 即九成九個時間都出來了 而這些就是美國司法制度的一些明顯的漏洞 而他為何可以知道這麼多的漏洞 其中之一就是他真的是一個很學生的人 他會鑽研這些法例 第二他知道美國法律是服務有錢人 即是你有錢穩最好的律師 每一條法律每一條憲法 你都可以捐洞捐拿去打 你對家是不會那麼有錢的 而第三他也是有一些很強的律師團 而他其中一個律師根據紀錄片所說 甚至有些女兒指控他 這個律師都有份一起搞我們 那麼律師當然是否認 但是你會看到其實他有很多 善用上流社會的資源 去玩這個法律的遊戲 而這個是美國很常見到的 即美國的律師是很多人都會批評 在於他們實在是太過 即為了錢就無所不用其極 那麼很多的美國政壇的 因為他是一個顯黑的官員或者議員 曾經何時都是律師 他知道這個網絡是很需要 成功的 而他亦都成功 令他投一次被人告 居然可以搞定了 之後出來之後就繼續玩下去 這個是一個很荒謬 但是亦都是發生了的事情 再說其他一些人為何會袒護他 即未必是他們各個都有份玩的 但是慢慢他一個這麼有錢的人 而他平時捐錢給大學 基金會做科研是很疏鬆的 他亦都認識很多科學家 很多真的需要錢的做正經事的人 所以很多人心裡可能會想 可能這傢伙是有些問題的 但是他真的是我們金主 他又不是搞我們 有些事情我們就只能開一眼閉 如果他失敗了 我想我們整間學院 我們整個學院都沒有提供 要收拾的 那怎樣對得住兄弟 怎樣跟手足交代 通常他們就會這樣想 慢慢說服自己 算吧,我們不要太多事 他真的要有問題的話 其他人都會搞他的 但是我們出頭也沒有好處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將美國的一種權力 政治、經濟和研究等等 結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 他會覺得他自己可以勒索到 旁邊的社會言达 如果他自己做的事是讓了出來的 就算你沒有份 對你也沒有好處 那就這樣吧 所以這個就是他另一個計算 因為他這麼喜歡黏一些學者 原來都是有這樣的 rational去背後的 而最後整個案例 最恐怖的一點就是 他搞了十幾年 令到有三位數人受害 最後都是要讓人出來的 而牽連的人就是太多了 剛才我們說過安德勒王子 英國的王子 然後前總統克林頓 都是經常跟他交往 其他有過交往的人 還有很多 即是活地亞倫 史蒂伯·史比爾格 或者是現在的美國總統 川普 和他都有合照 亦都認識了很久 曾幾何時呢 特朗普被人封閉過 就說我是跟他很熟 大家都有跟他有興趣 都是喜歡女的 而且都是年輕的 哈哈哈哈 他現在應該會很後悔 說過這些說話 當他最後來真的聚成的時候 他說這個人我們反面很久了 很討厭他 一向都沒有兩句 不要煩我 而且跟特朗普更有關的 他所委任的勞工部長 正正是他當年第一宗案件 放生他的司法人員 所以這個世界很巧合 去到身邊洋人出來的時候 這個司法部長 仍然想癱惑他 身邊群情太過洶湧了 他也要被迫辭職 這個是特朗普任內 其中一個最大的醜聞 而且他自己也很難置身事外 所以牽連了這麼多人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期待 現在終於可以開庭來審了 那麼多人跟你在一起 你有沒有可能自己一個人可以享用這麼多人 是不是有很多內幕爆 很多人就在等著 還有什麼發生 誰知道他就在監獄那裡突然間聲稱自殺 美國的監獄就不是說死就死 特別是他這麼高調就是高度設防 也是很有正式的意味 是不是他自己真的想死 還是別人用別的方式令他死 無論如何他在最戲劇性高潮的一刻就死了 換言之有什麼人有份 他的集團還有什麼人經營 現在還是一個謎 當然特朗普本人 克林頓或者安德勒王子這些 暫時就沒有被人指正的危險 但是他的案子的余波還在審 他的情人 他幫過他找一些未成年少女的人 全部都被人審問 所以說這個案件 其實我們可以當作一個教材 每一個制的支節 其實都反映了美國政治社會 最黑暗的一面 如果是一個大學的課程來講 其實每一個項目都會是一個全力的行動 為什麼司法是這樣 為什麼律師要這麼貴 對平民是否公平 或者美國權貴的制度怎樣可以打進去 他們進去之後有什麼內部潛規則 其實全部這些東西都是很值得探究的 如果大家在疫情期間 就是想玩一些東西 沖洗自己 而不是純粹找娛樂調劑的話 裡面就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但是你看完之後 就會覺得越想越驚 世界的黑暗程度 都是超乎我們的想像的